是他日思夜想 怎样才能让许平君当上皇后呢 还真的想出个办法 于是刘碧乙默默下了一道诏书 寻找自己凭剑时的一把旧剑 说地义成河 嗯 復元前91年在巫谷之后中 有很多人受到牵连 包括太子刘具 期间汉武帝下令除掉太子 而太子刘具几个月大的孙子刘碧乙 也备受牵连关进了监牢 刘碧乙心想 你们成年的谷我来背要脸吗 不管要不要脸 刘碧乙是没逃过牢狱之战 幸好管理监狱的人叫丙吉 他很同情这个无辜的孩子 找了几个忠厚的女求 偷偷喂养照顾刘碧乙 时间转眼就到了公元前87年 刘碧乙还不满五岁 此时未央宫里 有人说长安的监狱里有天子自弃 嗯 天子自弃 赶紧去除掉那里所有的犯人 这一直没洗澡 是很有气味啊 很快汉武帝派人来到了监狱 监狱里的人都吓得湿了魂 什么情况 还好丙吉守着监狱的大门不开 大好道 黄真孙在这里不能杀啊 等会儿 黄真孙汉武帝知道后大喜 于是大赦天下 监狱里的人都被放了出来 我再也不做牢了 这心脏受不了 没过几天 汉武帝就病逝了 刘碧乙也拿到了皇家户口 但刘碧乙更热衷于 在宫外的集市中放飞自我 感受民间疾苦 等到刘碧乙成年后 曾经刘碧乙爷爷的家里 张鹤 听说徐广汉家里的女儿 许平君命中注定大富大贵 就立即作美 帮刘碧乙求取了许平君 第二年 他们就生下儿子 刘氏过着平凡的小日子 时间来到公元前74点 汉昭帝驾风 由于他没有子嗣 所以大将军霍光 盈利昌义王刘鹤继位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位皇帝在位27天后 就被霍光以淫乱无道为妖 给废了 成为西汉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史称汉废帝 刘鹤被废后 被封为海红侯 尽管医生没啥攻击 但是他给自己修的墓 那可是很壮观的 2011年 海红侯墓在江西南昌被发现 墓里发掘出一万多件珍贵文物 其中各种形状的黄金 超过一百一十五公斤 还有铜钱十余吨 我只能感叹一句 真有钱 霍光费了刘鹤之后 发现没皇帝了 总不能自己坐到皇位上吧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有点害羞 羞涩 关键时刻 丙吉又出现了 那之前五帝的真孙 刘碧义很有才能 在民间又深得人心 是个好人选啊 于是霍光便派人 把刘碧义接了过来 继位为汉宣帝 哎哎别得意了 虽然你是皇帝 但以后你得听我的 呵呵 刘碧义回想起前任刘鹤的下场 一看见霍光就觉得 两腿发软 后背长刺 因为他能不能继续当皇帝 那可是要看霍光的态度啊 既然站着腿软 那就坐下吧 总之就是在霍光面前 装孙子 你想咋地就咋地 哎我不跟你争 对于刘碧义来说 那我还有许平君呢 于是他日思夜想 怎样才能让许平君当上皇后呢 哎还真的想出个办法 于是刘碧义默默下了一道诏书 寻找自己平剑时的一把旧剑 这道诏书搞得大臣们有点懵 一把旧剑 平剑时到底啥意思 哦哦哦哦哦哦 懂了懂了 陛下是不忘平剑时的恩情啊 请陛下立许平君为皇后吧 刘碧义如愿立发起许平君为皇后 也留下了顾剑秦升的千古故事 但霍光的老婆霍显可不甘心 刘碧义伤心欲绝 哎呀别难过这只是个意外 这下我的女儿可以成为皇后了吧 刘碧义只能忍气吞声 立霍成君为皇后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熬 终于熬到公元前68年霍光挂了 紧接着霍显投毒的事情暴霍 霍家计划谋反被刘碧义王打击 皇后霍成君被废 汉兄弟刘碧义终于为发起许平君报了仇 跟除了霍家 这么多年许平君就是刘碧义心中的光 而刘碧义也是为了追溯光而战 于是公元前60年刘碧义设置了西域都夫府 七汉的领土也在刘碧义手上达到了最大 公元前48年刘碧义病逝于魏阳宫